Uncle Wilson 朵丹蟲,請問有什麼事? 為什麼你今天穿的衣服這麼像Kiwit? 朵丹蟲,你不可以這樣說Uncle Wilson 我們不應該取笑別人的衣著 Kiw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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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明白 哦,你是不是在說這個Kiwit Hello Kids,This is Uncle Wilson 松松哥哥 看完片頭的小劇場,大家是不是都有一個疑問 啊,究竟 這個水果,究竟是讀Kiwit 還是讀Kiwi呢? 沒錯,根據Cambridge Online Dictionary 我們看到,原來這個字是讀Kiwi 是發兩個長的Long E聲 那部分小朋友在拼Kiwi的時候就遇到困難了 因為他們可能會拼了EE又或者EA 因為他們聽到兩個Long E聲 但是,原來Kiwi呢,只不過是兩個I 就等松松哥哥教你們一個有趣一點 有趣一點的方法去串Kiwi啦 等等,如果你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有什麼字,記得留言告訴我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記得LIKE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Speedy Spelling,Let's Go 今天的白板都是白書書一片 雖然我們不需要圖片的幫助 但是,我們都需要先找一找Kiwi的Beginning Sound Kiwi 那就會是一個的 K sound 所以呢,我們先記一記 Kiwi的第一個英文字母就是Letter K Letter K之後,那三個英文字母怎樣串啊?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吃過很酸的Kiwi呢? 因為,松松哥哥就很不幸運 很多時候吃到的Kiwi都是很酸的 酸到牙齒都震了 更酸到哭 好,讓我畫一個酸到哭的Uncle Wilson出來 首先,有眼睛 然後呢,酸到牙齒都震了 哈哈哈哈 原來好像一個W這樣 咦?剛剛說的眼淚呢? 在眼裡流下來 哈哈哈哈 哇,這麼快我們就完成了Kiwi了 哇,Uncle Wilson 想不到你今天這麼快就穿完Kiwi了 沒錯,今天我們已經穿完Kiwi了 讓Uncle Wilson寫一些Letters出來 首先,有我們一開始找到的Beginning sound Kiwi的Letters K 然後,就有流眼淚的兩隻眼睛 就是Letters I 兩個Letters I 而中間就會是一個酸到牙齒都震了的W Kiwi就是今天我們學會的Kiwi啦 我們下次見